这位乡下小伙前一秒还在牢里送饭 被老友欺负 后一秒去摇身一遍 成了少卿身边的红人 跟随少卿侦破一个个大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小伙突然翻身 时间还得倒回某天夜里 两个正要睡觉的小孩 要求老人给他们讲故事 老人想一想 讲起了关于猫妖的故事 话说他曾做官的时候 见过有人将狸猫献给皇上 用于驱除蜀患 可寻常人家养狸猫是禁忌 据传狸猫每过九年 就会长出一条尾巴 等长过九条 再过九年就能成精 狸猫本性凶残 成精后就会在偏僻的地方 祸害落单的行人 说到这儿 两个小孩吓了一跳 想着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可老人却说 猫妖吃完人不会留下痕迹 而且据说猫妖害完人 还会变成受害者的样子 言心举止都能做到一模一样 等到吃的人多了 更是可以随意变化成任何人的样子 说着说着 两个小孩睡着了 老人推开窗 原来他并不是单纯的假故事 而是在影射朝廷的混乱 同时也预感到大唐的天要变了 另一边 才受过惊吓的陈石 像个没事人一样 开始打扫地牢 猫爷都背着骚操做整无语了 紧接着 陈石又把饭送到猫爷嘴边 猫爷一看又是萝卜 天天吃都吃烦了 便让陈石自己吃 看着眼前正吃得津津有味的陈石 猫爷再次无语住了 吃完萝卜的陈石 准备给猫爷找点带肉的 第二天 猫爷满怀期待地打开餐盒 可里面竟然是一只活的河豚 陈石不出意外 被教训了 又想着给猫爷弄熟的 第三天 猫爷再次打开餐盒 这次是烤老鼠 猫中贵族的猫爷 看到老鼠很生气 陈石又被教训了 无奈之下的猫爷 只能继续吃萝卜 猫爷正吃得尽兴的时候 地牢外 阿里巴巴送来一罐药 并吩咐陈石 必须要让猫爷喝下去 来到地牢内 陈石打开罐子 把药倒进碗里 药箱飘出 陈石忍不住喝了一口 喝完药的陈石 倒在地上 随后出现幻觉 看到自己刚过世的母亲 幻境里的母亲很真实 一开口就问起 陈石的工作状况 陈石浑身无力 眼见这些问题都不是重点 便连忙问起 他哥长什么样子 可就在关键时刻 幻境消失 陈石倒在猫爷面前 转眼就到了晚上 万千天灯点亮 外面的人们开始庆祝起来 原来就在这年的九月 五明空登基了 改国号为周 年号天寿 陈石很高兴 正准备告诉猫爷 天后要大赦天下的消息 可地牢里已经没了猫爷的身影 陈石很害怕 认为自己会被当成共犯 并出以集醒 陈石集中生智 正大声叫人的时候 猫爷突然从后面出现 把陈石的嘴捂住 随后威胁陈石交出脚料钥匙 陈石眼见反抗不了 选择将钥匙交出 见陈石服软 猫爷松开了手 并让陈石帮自己打开脚料 正当猫爷松懈的时候 陈石抓住时机 一把抱住猫爷就往牢门撞去 可猫爷伸手敏捷 轻松避开 又一拳打在陈石复古 此时的陈石已经没了反抗之力 被猫爷打倒在地 随后猫爷骑在陈石身上 用猫爪按住陈石的脸 正当猫爷准备做点什么的时候 陈石上演了一波反人类操作 只见他一口将钥匙升空了下去 猫爷急忙抱起陈石 一正一反疯狂摇晃起来 无论猫爷怎么用力 陈石都没有吐出钥匙 就在这时 老李传来大笑声 大李四卿卢娜到来 问猫爷对陈石满不满意 傲娇的猫爷 当然是先敲打一番 再顺带夸一句 随后猫爷警告陈石 不要把发生的事说出去 并让陈石当自己的随身疏力 此时还在一旁的卢娜拿出圣旨 委任猫爷担任大李四少卿 猫爷自知责任重大 随后睁开紧闭的双眼 眼神中充满了坚毅 迎接他的也将是无尽的腥风血雨